射神王 请我孟家还有一个人 我就摘你买门 你是唱戏的吧 我要杀头了 看了你就是送送我 经场上 刽子手手起刀落 孟家的人头 一个接一个的落地 孟二葵是孟家最小的儿子 很快就要轮到他了 关一龙打量着这个面部改色的男孩 二葵注意到他身后的红鹰刀枪 便让他为自己开口唱两句 二葵痛苦的扶住楼梯 自顾自的唱起了戏 救救他吧 我还能有个失利 余圣鹰看着有模有样的二葵 也升起了爱才之心 点头印象 画面一转 射神王正在听戏 余圣鹰一副武生扮相 手里的长枪耍得出神入化 一个鹦鹉的动作结束 射神王夸他的探海堪称太斗 于是便亲笔提字 写了一副武生太斗赠予圣鹰 不久 余圣鹰举行收徒仪式 邀请众人来到黎园见证 这时有人发问 何时亮亮摄政王遇刺的金匾 余圣鹰先是自签几句 随后大手议会 两位徒弟兴领神会 缓缓拉开筹断 见到赫然的四个大字 可突然来了一位不俗之客 他身披黑色斗篷 话语间皆是挑衅 此人名叫岳江天 在上海单柜大舞台挂牌唱戏 听到嘲讽的余圣鹰 不以为然 但岳江天来此可不是喝茶 他摘下斗篷 一副武神扮相露了出来 提出要与余圣鹰比武 看看谁才配得上真正的武神开斗 本是大喜之日 却有人踢场子 余圣鹰拒绝了他的请求 岳江天不依不饶 不停地使用激将法 余圣鹰的尸体看不下去 一锤朝岳江天甩了出去 为了余家般的名声 余圣鹰无奈之下抹了红 余他站在了戏台上 比武正式开始 二人手持长枪各斩绝技 武生比武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如果称了手下败将 就得绝枪认输 永不登台 这是一场决定余圣鹰前途的比赛 因此二人都拿出看家本领 长兵短达 走马登半 缠斗不休 岳江天朝朝充满杀气 余圣鹰却显得游刃有余 几番比试下来余圣鹰略胜一筹 眼看二人的打斗越来越急 红鹰上沾上了火花 徒弟打算帮师傅一把 谁知帮了盗盟 却被对手抓住破绽 岳江天用枪指指齐咽喉 余圣鹰败了 岳江天提醒他 按照规矩 他得撅枪认输 退出江湖 余圣鹰看着手中的长枪 不停颤抖 两个徒弟见状上前阻止 他还是狠心撅下枪头 岳江天大喜 卸甲惊扁离去 一龙和二魁却不甘心 岳江天嚣张的说 让他们学好本事来找自己 随后 余家般解散 余圣鹰带着二位徒弟去了深山 他悉心受益 徒弟也肯用功 这小孩却难免好起 这天师兄弟二人猛眼玩起了飞刀 嘴里大喊着自己讨厌的人 一龙骂着岳江天 二魁骂着摄政王 二人摘下眼罩又争了起来 没想到师傅早已来到他们身后 飞刀是阴险的把势 师傅从不许他们练 夜里两个孩子坐在屋外 对着月亮说着心里话 一龙说长大后一定要把牌匾夺回来 可精匾是摄政王所赐 摄政王杀了二魁全家 二魁不要那块匾 时光飞逝 二人每日跟着师傅情家练功 转眼长成英俊青年 余圣鹰已然苍老 告诉他们今日便可出师 让他们下山去成名成绝 临走前他嘱咐二人要相依为命 并时刻谨记三件事 第一不得用飞刀偷袭 第二不得与花旦苟且 第三不得招武生比武 就这样二人冒雪下山 还未走远 便发现山上的小雾燃起了大火 他们跪下磕头 心中暗自发誓 一定帮师傅夺回金匾 此时清朝一灭 民国出力 两人来到上海租界 正巧遇到岳家般戏的花车 花车上正高高悬挂着那块金匾 二人看见金匾便挪不开腿 挡住了花车的路 岳江天的徒弟习木兰 现状飞下 记者文凤上前采访 二人当众对岳江天下了挑战书 隔天两个武生来踢馆成为头条 为了迎接挑战 岳家班林时换了大旗阵 这场戏引得无数人前来围观 其中也包括卢局长 一片锣鼓声中 岳江天伴着西楚霸王登台 与二人略过几招 我们来了 来得好 果真是15年前的两个孩子 木兰随即敲起锣鼓指挥 节奏层层递进 大旗阵把一龙二魁团团围住 五色兵将快速旋转 兵器交相掩护 二人在乱斗中破阵 岳江天接着上前与二人相斗 只见他出手狠辣 招式连绵 兄弟二人也是配合有力 一边防守一边寻找机会进攻 岳江天逐渐体力不足 一枪下去 岳江天的胡子被打掉 岳江天大喝一声 冲上前拼命 一轮比试结束 这次他又被打掉一只高靴 走起路来 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听到嘲笑后 他瞬间慌了神 发了疯似的冲上前去 可没了一只高靴 他底盘不稳 鸡鼓挖 说吧又持枪上前 三两下又被挑掉头盔 翻倒在地 木兰再也忍不住 跳下台挡在岳江天身前 替他认了输 岳江天此时装容已花 却仍不甘心 木兰含泪劝他 他只好认输 正当他准备下台之时 二魁拦住了他 一龙提醒他 和十五年前一样 岳江天得绝枪认输 最后在观众的欢呼声中 岳江天当场断了枪头 随后将断枪刺入了喉中 这两个帅气的小虎 正在看电影 看到精彩部分 忍不住站起声来鼓掌 被轰出了影院 原来二人是刚来上海 唱京剧的卷 平常习惯了台下 观众的热烈欢呼 安静的电影院 让他们十分不适应 就在前几天 他们打败了名卷岳江天 成为了单贵大舞台的头牌 直接签下了一年的定营 名声大造后 一龙二魁风光无限 可有人欢喜有人愁 岳家班众人面色凝重 戏院老板苦口婆心劝着他们 这时一龙二魁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听说有人不愿意留下唱戏 一龙是一脸的不屑 不勉强 二魁却慌了神 提醒他刀马蛋一举二还得留下 岳家班众人经过一番挣扎 包括木兰最终都留了下来 就这样戏院重新开张 一龙和二魁在此定居 一龙享受粉丝迷媚的追捧 还与冯师长的小妾有了私情 久而久之 二魁与木兰也互生情愫 卢局长也爱慕木兰 他一直是木兰的忠实票友 也曾向木兰表达过自己的心意 这天 二魁神色凝重的找到木兰 他告诉木兰自己即将回京 为了给他送行 木兰提出带他逛苏州河 第二天 一龙二魁木兰三人乘船游河 船上的琵琶女提出要唱一龙多扁的英雄曲 二魁注意到木兰的脸色急忙拒绝 一龙却毫不在意 让琵琶女放声弹唱 木兰心中不是滋味 他一直以来都未能忘记仇恨 师父的仇报了 一龙听完很是担忧 提出要一起前去 二魁却只想自己一个人复仇 他让一龙留下 继承发扬师父的无意 几天后 摄阵王的几名子嗣 接连被飞刀刺杀 平平登上报纸头条 警察盯上了远在上海的关一龙 这天 他正与冯师长的小妾在车上亲热 卢局长带着手下早就设好埋伏 千钧一发之际 木兰带人骑黑马救走了一龙 小妾被冯师长一枪毙命 卢局长在他们的车上 找到了关一龙遗落的核桃吊碎 此后两名警察来到西院 向关一龙打听二魁的下落 原来警察早就怀疑孟二魁 因为他是飞刀高手 一龙奸壮便谎称师弟病了 明天让他给二位掩上一出 警察走后他找到木兰 请他代替二魁饰演白虎 没想在远出时 还是被人看出问题 未经时刻二魁突然回来 原来摄政王之子七王爷 坐在台下 一龙深知这是警察抛出的诱饵 警告二魁不能动手 让他赶快扮上白虎上台 这场戏中一龙饰演孙悟空 为了帮二魁复仇 他在演出途中来了个狸猫换太子 这时警察见二魁上场 突然也放松了警惕 就在五戏即将结束之际 一龙扔出飞刀 刺向了七王爷 随后摸上舞台 与众人一同泄墓 七王爷早已命丧当场 当时他们三人都在台上泄墓 自然也就没了嫌疑 正当二魁安安窃喜之时 七王爷身旁掉出了核桃吊坠 一龙震惊不已 只因他也有一个这样的核桃吊坠 那是父母留给他的遗物 一龙就是摄政王的私生子 曾经的好兄弟 原来隔着深仇大恨 第二天晚上 二魁找到一龙 逼出比武 通过祖师爷的方式了结恩怨 只见二魁掏出短剑 朝朝下了狠手 一龙深深记得师父的话 只是一味的躲闪 不仁与自己的师弟互相残杀 二魁已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一龙流血不止 可他还是不打算还手 这时他才发现 刚刚那一摔 让一龙摔断了腿 武生靠的就是能打 腿断了 就代表此生的武功已废 两人的兄弟情就此斩断 此后 二魁顶替一龙当了主角 成为了新的武生太斗 可他却并不开心 时常借酒消愁 这天卢局长找到二魁 警告他与木兰的关系 又提起了飞刀杀手这件事 二魁不免担忧 随后他发现木兰行踪古怪 便开车跟踪到木兰住处 不曾想 却发现了惊天大秘密 原来木兰背后 一直闻着月江天西楚霸王的脸谱 木兰察觉到不对劲 立马追了出去 随后在酒窖发现了二魁 原来跟你师父有坚持 什么坚持的 当年木兰与月江天 虽有师徒之名 却两情相悦 月江天承诺 下个月就娶他过门 却被突如其来的两人破坏 木兰为了复仇 故意接近两人 他便与卢局长联手作局 让二魁替自己废了一笼 现在就轮到二魁了 说吧他便持刀上前 二人的打斗 摩擦出激烈的火花 可木兰到底不敌二魁 二魁不忍对心爱的人下手 便归你了 这时木兰崩溃大哭 原来他早已爱上了二魁 就这些了 拿去 人说婊子无情细子无义 你倒是有情有义 你敢相信吗 男子心甘情愿 做了多年的舔狗 为了帮心爱之人复仇 他费尽心思 布了一场大局 本以为能抱得美人归 可对方却爱上了自己的仇人 木兰找到了卢局长 木兰为了救二魁 杀死了卢局长 这边二魁找到戏院老板 说他想要辞职 回去找师哥 二魁没有任何防备的喝下了离别酒 木兰回到戏院 跟二魁道别 话说到一半 不久发作 送往医院后 虽无性命之用 只是此后再也不能唱了 木兰留下一封信不告而别 信中讲述了全部的真相 木兰要带金匾去找岳江天 失去了爱人 也失去了兄弟 二魁蹲一下捡起镜片 想要了断自己 一龙出现在他的身后 往他的额头抹了红 余生他们还是武生 还是兄弟 随后两人一起回家 路上一龙问二魁 还记不记得师父 让他们务必做到的三件事 第一 不要练飞刀 可二魁成了飞刀杀手 第二 不要与武生比武 可二人来到上海就比了 第三 不要与花旦苟且 一龙笑着说 只有这件事他们做到了 可二魁却不点头 此后 李渊航再也没人比过武 这部大武生上映于2011年 电影中的人物性格鲜明 敢爱敢恨 精彩的武生打斗堪称一绝 屏幕前的你 喜欢这个故事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追风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